而在副业节的前夕 位在郊西四城有一家充满英国风的餐厅 特别就邀请到爱家被关怀协会的小朋友 来享用丰盛的餐店 并且分享英国的民俗风情 一方面拓展学生的国际观 也从中了解感恩回报的精神 这间位在四城的餐厅 不论是外观或是内部装潢摆设 就算没有去过英国的民众 也能一眼看出这就是英国 而且业者还用心分享许多英国的相关知识 同时有奖问答来提升小朋友的国际观 Fortune Mason这个茶是在西元几年 超级一二三 来 你先起来会打 第七零七 英国比台湾慢几个小时 慢几个小时 好烫喔 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 餐厅跟平常的餐厅 你看的餐厅有什么 外形 还有呢 还有环境 那都是什么 中心比较多 英国 你来这边感觉怎么样 还不开心 开心 他有教我们很多英国的知识 还有呢 他有教我们那个英国餐点的用法 那个我们觉得这样子去美国的话 我又要那个知道他们的那个他们的方法了 爱家被关怀协会表示非常感谢餐厅的热情招待 让小朋友有机会来度过特别的儿童节 而且从中灌输他们感恩回报的精神 他们今天学习到 虽然可能看到就只是来这边做一个吃的动作 但是呢 他们透过哥哥姐姐们的服务 或是我们老师带他们来这边 他们也可以从中学到说 他们自己也是有能力的 像今天不只是来做一个吃的动作 他们也是透过自己在 平常我们假日有客服班 让他们学了乌克利利 他们也可以让他们有感受到说 自己所学的一份专场或是兴趣 可以在这边做了一个展现表演 也是提供一个舞台让他们展现自信的机会 业者也表示 当初就是看中市城环境 类似英国的小乡村 所以需要引进英国的饮食文化 同时回馈社会 要跟当地的公益做结合 然后我们也让这些小朋友 就了解我们这个伦敦的一些地铁文化 跟下午茶的文化这样子 跟他们做介绍 为什么会想要开这个教育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市城地区 就我们已经找过那个台湾很多地方 那是最接近那个英国 一个Brighton一个地方 那这就是我们当初 就是第一次去英国念书的时候 然后认识的地方 觉得说这边的气候 干嘛都跟那边的地方很像 那所以说这一次回来说 希望能够把英国的下午茶文化 能够带进这个地方 观众有机会经过市城的时候 不妨来这家餐厅走走看看 感受英国下午茶的悠闲时光 宜兰新闻记者张立凜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